名人宗朱高志给父亲朱棣上的妙号便是太宗 名人宗朱高志给父亲朱棣上的妙号便是太宗 那朱棣是如何从明太宗变成明成祖的呢 这就与太宗的招募制度有关了 朱棣的明太宗大概叫了一百多年后 嘉靖皇帝简陋坐上了皇位 嘉靖一上位就要给生父新宪王朱又元追封皇帝的尊号 为此还与朝臣当庭展开争议 后来朝臣拗不过他 只好答应给朱又元一个宪皇帝的尊号 嘉靖尝到了甜头还不满足 还打算给父亲上个瑞宗的妙号 但此事就没之前那么好办了 原来根据宗庙祭祀中的招募制度 天子七庙 三招三幕 也就是在太庙中除了开国皇帝太祖外 最多还能容纳六个人 近一个就要出一个 偏偏轮到嘉靖时 太庙位置已满 这样一来 嘉靖就要挑选一个与自己血缘关系最远的皇帝移出去 明太祖朱元璋肯定不能动 那离自己血缘关系最远的就是明太宗朱棣了 但朱棣对明朝做出如此大的功绩 还让自己这一只做了皇帝 嘉靖也不敢动 后来嘉靖灵机一动 将朱棣尊为成祖 那朱棣和朱元璋一样 就成了万事不挑之君 如此一来 朱棣下面就多了五个位置 嘉靖将离自己血缘关系最远的朱高智撤了出去 将父亲给安排进了太庙